傍晚时,他按时把我叫去了,我早已经准备了事儿让他干,因为我绝不想整个晚上跟他这么促膝谈心。 我记得他的嗓子很漂亮,还知道他喜欢唱歌。 我自己不会唱歌,而且按他那种苛刻的标准,我也不懂音乐,但我喜欢听出色的演唱。 黄昏薄木的浪漫时刻,刚把星光闪烁的蓝色旗帜降到窗格子上,我便站起身来,打开钢琴,求他一定给我唱个歌。 他说,我是个捉摸不透的女巫,他还是在其他的时候唱得好,但是我口口声声说,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了。 他问我,喜欢他的嗓子吗? 我说,喜欢。我本不乐意纵容他敏感的虚荣心,但只那么一次,又出于一时需要,我甚至会迎合和怂恿这样的虚荣心。 那么好吧,Jim,你得伴奏。 很好,先生,我可以试试。 我的确试了试,但立刻被赶下了琴灯,而且被称作笨手笨脚的小东西。 Luchisse的先生把我无礼地推到了一边,这正中我下怀。 他抢占了位置,开始为自己扮起奏来,因为他既能唱又能弹。 我赶紧走向窗子的壁龛,坐在那里,眺望着沉寂的树木和昏暗的草地,听着他以唇厚的嗓音喝着优美的旋律,唱起了下面的歌。 从燃烧着的心窝,感受到了最真诚的爱,把生命的潮流欢快地住进每根血管。 每天,他的来临是我的希望,他的别离是我的痛苦。 他脚步地偶尔延荡,使我的每根血管都成了冰枯。 我梦想,我爱别人,别人爱我,是一种莫名的幸福。 朝着这个目标,我往前挤走,心情急切,又十分盲目。 谁知,在我们两个生命之间,横跟着无路的广漠,白茫茫,湍急而有危险,犹如翻江倒海的绿波,犹如盗贼出没的小路,穿过山林和荒漠。 强权和公礼,忧伤和愤怒,使我们的心灵两相隔膜。 金南贤族,我毫不畏惧,种种凶兆,我敢于蔑视。 一切骚扰,警告和威胁,我都默然处置。 我的彩虹,如闪电般几尺,我在梦中飞翔,光焰横空出世, 我眼前是阵语和骄阳。 那温柔庄严的欢心,仍然照耀着灰暗苦难的云雾,尽管阴森险恶的灾难已经逼近,这会儿我已毫不在乎。 在这甜蜜的时刻,我已无所顾忌,虽然我曾冲破的一切险阻,再度斩制迅猛袭击, 宣布要无情地报复。 尽管高傲的憎恨会把我击倒,功力不容我上前分辨。 残暴的强权怒火中烧,发誓勇于我不共戴天。 我的心上人带着崇高的信赖,把他的小手放在我的手里,宣誓让婚姻的神圣纽带,把我们两个人紧紧连在一起。 我的心上人用永不变心的一吻,发誓与我生死同受,我终于得到了莫名的幸福,我爱别人,别人也爱我。 Luchisse的先生站起身来,向我走来,我看见他满脸都燃烧着热情的火焰,圆圆的鹰眼闪闪发光,脸上充溢着温柔与激情。 我一时有些畏缩,但随后便振作起来了。 柔情秘义的场面,大胆露骨地表示,我都不希望发生。 但两种危险,我都面临着,我必须准备好防范的武器。 我摸接了蛇尖,带他一走近我,便立声问道,他现在要跟谁结婚? 瞧瞧,我的宝贝儿Jane提出了这么个怪问题。 真的,我以为这是个很自然,很必要的问题。 他已经谈起了未来的妻子,同他一起死。 这个异教徒,他的念头是什么呢? 我可不想和他一起死,他尽可以放心。 啊,他所向往,他所祈祷的是你与他一块活。 死亡不是属于像你这样的人的。 自然也是属于我的,我跟他一样,时候一到。 照样有权取死,但是我要等到寿终正寝,而不是自焚驯夫,匆匆聊此一生。 你能宽恕他这种自私的想法,给他一个文,要是原谅和和解吗? 不,我宁可免了。 这时,我听见他称我为心如铁石的小东西,并且又加了一句, 问了别的女人,听了这样的赞歌,心早就化了。 我明确告诉他,我生就了硬心肠,硬如铁石,他会发现我经常如此,何况我绝迹在今后的四周中,让他看到我性格中倔强的一面。 他应该完全明白,他定的是怎样的婚约,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,把他取消。 你愿意心平静气,合情合理的说话吗? 要是你高兴,我会心平静气的。 至于说话合情合理,那我不是自吹,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。 鲁石的先生很恼火,他的嘴里呸呀脆的。 我想,很好,你高兴光火就光火,高兴烦恼就烦恼吧。 但是我相信,这是对付你的最好的办法,尽管我对你的喜欢,是非言语所能表达的。 但是,我不愿意落入多愁上感的流俗,我要用这巧遍的锋芒,让你悬崖勒马。 除此之外,话中带刺儿,有助于保持我们之间对彼此都很有利的距离。 我得寸进取,惹得他很恼火,随后趁他怒惺惺地退到屋子另一头的时候,站起来像往常那样自自然然,恭恭敬敬地说了声。 祝你晚安,先生。 我便溜出边门,走掉了。 这方式开了一个头,我便在整个观察期坚持下来了,而且大获成功。 当然,他幸运然有些发火,但总的说来,我看见他心情挺不错。 而绵羊般的顺从,班纠式的多情,倒反而既会助长他的专横,又不能像现在这样取悦他的理智,满足他的常识,甚至投合他的趣味。 别人在场的时候,我照例显得恭敬文雅,其他举动都没有什么必要,只有在晚上交谈的时候,才会冲撞他,折磨他。 他仍然是只要钟一敲七点就准时把我叫去,不过在他面前的时候,他不再满嘴亲爱的恶毒的精灵宝贝那样的来称呼我了。 用在我身上最好的字眼是令人恼火的木偶,小妖精,小傻瓜等等。 如今我得到的不是抚慰,而是鬼脸,不是紧紧握手,而是拧一下胳膊,不是吻一下脸颊,而是使劲拉拉耳朵。 这倒不错,眼下我确实更喜欢这种粗野的宠爱,而不喜欢什么温柔的表露。 我发现菲尔法克斯太太也很赞成,而且已经不再为我担忧了,因此我确信自己做得很对。 与此同时,洛奇斯的先生却口口声声说,我把他折磨得皮包骨头了,并威胁在即将到来的某个时期,对我现在的行为要狠狠地报复。 他的恼吓,我暗自觉得好笑,我思存道,现在我可以让你受到合乎情理的约束,我并不怀疑今后还能这么做,要是一种办法失效了,那就得另外再想出一种办法来。 然而我的担子毕竟并不轻松,我总是情愿讨他喜欢,而不是捉弄他。 我的未婚夫正成为我的整个世界,不仅是整个世界,而且几乎成了我进入天堂的希望。 他把我和一切宗教观念隔开,犹如日时把人类和太阳隔开一样。 在那些日子里,我把上帝的造物当作了偶像,并因为他而看不见上帝了。 一个月的求婚期过去了,只剩下了最后几个小时。 结婚的日子已经临近,不会推迟,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,至少我手头没有别的事要干了。 我的箱子已经收拾停荡,锁好,捆好,沿着小房间的墙根,一字摆开。 明天这个时候,这些东西会早已登上去伦敦的旅程。 还有我,或者不如说,不是我,而是一位我目前尚不认识的,叫做Jean Luchiste的人。 只有地址标签还没有贴上,那四个小方块仍然躺在抽屉里。 Luchiste先生亲自在每个标签上都书写了《伦敦某某旅馆,Luchiste太太》这几个字。 我无法让自己或者别人把它们贴上去。 Luchiste太太,她并不存在,要等到明天早上八点钟之后的某个时候才降生。 我得等到完全相信她已经活生生地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,才把那份财产化归她。 在我梳妆台对面的衣柜里,一些据说是她的衣物,已经取代了她裸奥的黑泥上衣和草帽。 这已经是足够的了,因为那套婚礼服,以及锤挂在临时占用的钩子上的珠白色长袍和薄物式的面纱,本不属于她的。 我关上了衣柜,隐去了里面幽灵式的奇装衣服。 在晚间九点这个时辰,这些衣着在我房间的暗影里,发出了阴森森的微光。 我要让你独自留着白色的梦幻。 我兴奋难耐,我听见风在使劲地吹,我要出门去感受一下。 使我兴奋的不仅仅是匆匆忙忙的结婚准备,也不仅仅是因为对巨大的变化,明天开始的新生活所怀的希望。 毫无疑问,两者都起了作用,使我兴奋不安,这么晚了还匆匆来到越来越黑的庭院。 但是第三个原因对我的心理影响更大。 我内心深处埋藏着一种古怪而焦急的念头,这儿发生了一件使我无法理解的事情,而且除了我,既没有人知道,也没有人见过。 那是在前一天晚上发生的。 洛奇斯的先生出门去了,还没有回来,他因为有事情去三十英里外的两三个小农庄去了,这些事物需要他在计划离开英国之前亲自去办理。 此刻我等着他回来,急于卸去心头的包袱,请他解开困惑着我的迷。 我要待到他回来,听众,我一向他倾诉我的秘密,你们也就不言自明了。 我朝果园走去了,风把我驱赶到了隐蔽的角落,强劲的南风刮了整整一天,却没有带来一滴雨。 入夜,风势非但没有减弱,反而越来越强,咆哮声越来越响。 树木被一个劲儿地往一边吹着,从不改变方向。 一个小时里,树枝几乎一次都没有朝反方向倒去,树梢一直紧绷着往北弯着。 云块从一头飘到另一头,接踵而来,层层跌跌,七月的这一天,看不到一丝蓝天。 我被风推着往前奔跑,把心头的烦恼付诸呼啸而过,无穷无尽的气流,倒也不失为一种狂乱的喜悦。 我走下月跪小庆,面前是横遭喜劫的栗树,黑乎乎地已被撕裂,却依然站立着。 树干正中一批为二,可怕地张着大嘴。 但裂开的两瓣并没有完全脱开,因为坚实的树墩和强壮的树根使底部仍然连接着。 尽管生命的整体遭到了破坏,树枝已不再流动,每一片大树枝都已经枯死。 明年冬天的暴风雨,一定会把裂开的一片或两片都刮到地上。 但它们可以说,合起来仍然是一棵树,虽然已经倒在地上,却完整无缺。 你们这样彼此紧贴着做得很对。 仿佛裂开的大树是有生命的东西,听得见我的话。 我继续说,我想,尽管你看上去遍体鳞伤,焦黑一片,但你身上一定还有细微的生命。 从朴实忠诚的树根粘合处冒出来,你们再也不会吐出绿叶,再也看不到鸟儿在枝头筑巢,唱起悠闲的歌。 你们欢乐的相爱时刻已经逝去了,但你们不会感到孤寂。 在朽败中,你们彼此都有同病相怜的伙伴。 我抬起头仰望树干,只见月亮瞬间出现在树干裂缝中的那一小片天空。 血红的月轮被遮去了一半,它似乎向我投来困惑,忧郁的一瞥。 随后又躲进了厚厚的云层。 刹那之间,桑菲尔的一带的风势减弱了,但远处的树林里和水面上却响起了狂野凄厉的哀嚎,听起来叫人伤心。 于是,我便跑开了。 我漫步穿过果园,把树根周围厚厚的青草底下的苹果捡起来,随后忙着把成熟的苹果和其他苹果分开,带回屋里,放进储藏室。 接着,我去图书室看看有没有升上火炉。 因为虽然是夏天,但我知道,在这样一个阴沉的夜晚,Rochiste先生喜欢一进门,就看到令人愉快的炉火。 不错,火升起来已经有一会儿了,烧得很旺。 我把他的安乐椅放在了炉角,把桌子推进他。 我放下窗帘,让人送来蜡烛,以备点灯。 这一切都安排好以后,我很有些坐立不安,甚至连屋子里也待不住了。 房间里的小钟和厅里的老钟,同时敲响了十下。 这么晚了,我要跑下楼到大门口去,借着时隐时现的月光,我能看清楚很远的路。 也许这会儿,他就要来了,出去迎接他,可以减少我几分担心。 风在遮掩着大门的巨树中呼啸着,但我眼力所及,路的左右两旁都孤寂无声,只有云的阴影不时掠过。 月亮探出头来时,也不过是苍白的一长条,单调的连一个移动的斑点都没有。 我仰望天空,一滴幼稚的眼泪蒙住了眼睛,那是失望和焦急之泪,我为此感到羞涩,赶紧把它抹去,但是迟迟没有移动脚步。 月亮把自己整个关进了门房,并且拉上了后世的云的窗帘,夜变得黑沉沉了,大风刮来了咒语。 但愿它会来,但愿它会来。 我嚷着,心里产生了要发作疑病症的预感。 查点之前,我就盼望它到了,而此刻天已经全黑了,是什么事耽搁它了呢?难道出了事故? 我不由地想起了昨晚的一幕,我把它理解成灾祸的预兆,我担心自己的希望过于光明而不可能实现。 最近,我想了那么多福,自己不免想到,我的运气已经过了顶点,如今必然要走下坡路了。 我想着,是啊,我不能回屋里去,我不能安坐在火炉边,而它却风风雨雨地在外面闯荡,与其忧心如焚,不如脚头劳累一些,我要走上前去迎接它。 我出发了,走得很快,但并不很远,还没有到四分之一英里,我便听见了一阵马蹄声,一位骑手急驰而来,旁边窜着一条狗。 不祥的预感,一扫而光,这正是它,急着梅斯罗来了,身后跟着帕洛特。 它看见了我,因为月亮在空中开辟了一条蓝色的光带,在光带中飘移,晶莹透亮。 它摘下帽子,在头顶挥动,我迎着它,跑上去。 瞧,它大声叫道,一面伸出双手,从马鞍上弯下腰来。 显然你少了我不行,踩在我靴子尖上,把两只手都给我,上来。 我照着它说的做了,心里一高兴,身子也灵活了,我跳上马,坐到了它前面,它使劲儿吻我,表示对我的欢迎。 随后,它又自鸣得意地吹了一番,我尽量一股脑都相信。 得意之中,它杀主话题问我,怎么回事,Jane,你居然这个时候来接我,出了什么事儿吗? 没有,不过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回来了,我实在耐不住等在屋子里,尤其是雨下得那么大,风刮得那么紧。 确实是雨大疯狂。 是啊,你像美人鱼一样滴着水,来,把我的斗篷拉过去盖着你。 不过,Jane,我想你有些发烧,你的脸颊和手都烫得厉害。 我再问一句,真的没有出什么事儿吗? 现在没有,我既不害怕了,也不难受了。 那就是说,你刚才害怕过,难受过。 有一点儿,不过慢慢地我会告诉你的先生,我猜想你只会讥笑我自寻烦恼。 等明天一过,我要痛痛快快地笑你,但是现在我可不敢,我的宝贝还不一定到手呢。 上个月,你就像鳗鱼一样滑溜,像野蔷薇一样多刺,什么地方手指一碰,就挨了刺。 现在我好像已经把迷途的羔羊揣在怀里了。 你溜出了羊篮,来找你的牧羊人了,Jane。 先生,我需要你,可是别吹了,我们已经到了桑菲尔的,让我下去吧。 他把我放到了石子路上,Jane牵走了马。 Lochiste先生跟在我身后进了大厅,告诉我赶快换上干的衣服,然后回到图书室他的身边。 我正向楼梯走去,他截住了我,硬要我答应不要酒呆。 我确实没有待多久,五分钟之后便回到了他的身边。 这个时候,他正在吃晚饭。 Jane,坐下来陪着我,要是上帝保佑,我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,这是你在桑菲尔的府吃的倒数第二顿饭了。 我在他身旁坐下,但是告诉他,我吃不下。 难道你是因为牵挂着前面的旅程,吃不下饭吗,Jane? 是不是因为想着要去伦敦,就弄得没有胃口了? 先生,今天晚上,我看不清自己的前景,而且我几乎不知道我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,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是虚幻的。 除了我,我想我是够实实在在的了,你碰我一下。 你,先生,你最像幻影的,你只不过是个梦。 他伸出手,大笑起来,啊,这也是个梦。 他把手放到紧挨着我眼睛的地方说。 他的手肌肉发达,强劲有力,十分匀称,他的胳膊又长又壮实。 我把他的手从面前按下来说。 不错,我碰到了你的手,但他还是个梦。 先生,你吃完晚饭了吗? 嗯,我吃好了,Jane。 我打了铃,吩咐仆人把托盘拿走。 再次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,我拨了拨火,在我主人的西边,找了一个低矮的位置坐下。 已经半夜了。 不错,但要记住,Jane,你答应过在婚礼前夜要和我一起守夜。 我的确答应过,而且我会信守诺言的,至少在这儿陪你一两个小时,我也不想睡觉。 你都收拾好了吗? 都好了,先生。 嗯,我也收拾好了。 我什么都处理好了,明天从教堂里一回来,半个小时之内,我们就离开森菲尔的。 很好,先生。 你说很好两个字的时候,笑得有些反常,Jane,你双颊上的一小块多亮啊,你眼睛里的闪光有些奇怪。 你身体好吗? 我相信是很好的。 相信? 怎么回事儿,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。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,先生,我的感觉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。 我真希望时光永远停留在此时此刻。 谁知道,下一个钟头的命运会是怎么样的呢? Jane,这是一种多疑症。 这阵子你太激动了,要不你就是太劳累了。 先生,你觉得平静而快乐吗? 平静? 不,但是我很快乐,我已经乐到了心窝里。 我抬头望着他,想看看他脸上幸福的表情。 那是一张热情勃发,仗得通红的脸。 Jane,把心里话告诉我吧,跟我说一说你内心的重压,宽宽心。 你担心什么呢? 怕我不是个好丈夫吗? 不,这与我的想法,风马牛不相及。 那你对自己要踏入的新天地感到担忧? 你对你马上就要过的生活感到担忧吗? 不。 那你就把我弄糊涂了,Jane。 你那忧伤而大胆的目光和语气,让我困惑,也让我痛苦。 我要求你解释一下。 那么先生,你听着吧,昨天夜里你是不是不在家? 是,这我知道,刚才你还提起我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,很可能那是无关紧要的,但是总而言之扰乱了你的心境。 讲给我听听,也许是菲尔法克斯太太说了什么,要不就是你听到佣人们说闲话了,你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? 没有,先生。 这个时候,钟正敲响十二点,我等到那清脆和谐的声音响过之后,继续说。 昨天我忙了一整天,虽然忙碌是无休止的,但是我还是感到很愉快,因为我不像你设想的那样。 我并没有为新天地之类的忧虑而烦恼,我认为有希望和你一起生活是令人高兴的。 因为我爱您。 不过先生,嗯,不要打扰我,让我继续说下去。 昨天我赌信上仓,相信对我来说是天助人愿。 你总还记得,那是个晴朗的日子,天空那么宁静,让人无需为你路途的平坦和舒适而担忧。 用完茶点以后,我在石子路上走了一会儿,思念着你。 在想象中,我看见你离我很近,几乎就在我的跟前。 我想,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是你的生活,比我的生活更奢华,更激动人心,就像容纳了江河的大海深处,同海峡的浅滩相比,是有天壤之别的。 我觉得奇怪,为什么道德学家称这个世界为凄凉的荒漠? 对我来说,它好像是盛开的玫瑰。 就在夕阳西下的时候,气温转冷,天空不满阴云,我就进屋了。 索菲亚叫我上楼去看看刚买的婚礼服。 在婚礼服底下的盒子里,我看见了你给我的礼物,那是你以王子般的阔绰,叫人从伦敦送来的面纱。 我猜想你是因为我不愿意要珠宝,而决心哄我接受某种昂贵的东西。 我打开面纱,会心地笑了,我算计着我怎么样来嘲弄你的贵族派头,取笑你费尽心机要给你的平民新娘戴上贵族的假面具。 我设想自己如何把那块早已经准备好,用来遮盖自己出身卑微的脑袋的方丝巾拿下来。 我想问你,对一个既无法给她的丈夫提供财富、美色,也无法给她带来社会关系的女人,是不是够好的了?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你的表情,听到了你激烈而开明地回答,听到你高傲地否认,有必要仰仗和钱袋与贵冠结亲来增加自己的财富,或者是提高自己的地位。 你把我看得真透,但是除了刺绣之外,你还在面纱里发现了什么?你是见到了毒药,还是匕首,弄得现在这么神色悲哀的? 没有,先生,除了织品的精致和华丽,以及菲尔法克斯·洛奇斯特的傲慢,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 洛奇斯特的傲慢吓不倒我,因为我已经见惯了魔鬼。 可是,先生,天越来越黑,风也越来越大。 昨天的风,不像现在的这样,刮得强劲肆虐,而是响着沉闷的低吟声,显得十分的古怪。 我真希望你还在家里。 我走进这个房间,一见到空空荡荡的椅子和没有生火的炉子,我的心就凉了半截。 上床以后,我因为激动不安,忧心忡忡,而久久不能入睡。 风势还在增强,在我听起来,它似乎裹挟着一阵低声的哀嗚。 这声音是从外面传进来的,还是在屋里面发出来的。 刚开始的时候,我没有办法辨认,但是后来它又响起来了,每次间隔听上去模糊而且悲哀。 最后我终于弄清楚了,那一定是远处的狗叫声。 后来,叫声停了,我非常的高兴,但是一睡着,我又梦见了月黑风高的夜晚。 所以,我盼望着和你在一起,并且奇怪而遗憾地意识到,某种障碍把我们隔开了。 刚睡着的时候,我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陌生的路走着,四周一片模糊。 雨点打在我身上,我抱着一个孩子不堪重负。 那是一个小不点儿的孩子,他年纪太小,身体又很虚弱,不能走路。 他在我冰冷的怀抱里颤抖,在我耳边哀哀地哭泣。 我想,先生,你远远地走在我前面,我使出浑身的劲儿要赶上你,一次次奋力叫着你的名字,要求你停下来。 但是,我的行动被束缚着,我的嗓音渐渐地沉下去,变得模糊不清。 而你,我觉得分分秒秒,离我越来越远了。 难道现在,我在你跟前了? Jane,这些梦,还使你心情沉重吗? 你是个神经质的小东西,忘掉梦幻中的灾祸,回到现实的幸福中吧。 你说,你爱我,Jane,不错,我不会忘记,你也不能否认。 这些话并没有在你嘴边模糊不清地消失,我听起来又清晰又温柔。 也许这个想法过于严肃了一些,但却像音域一样甜蜜。 我想,有希望和你共同生活,是愉快的,因为我爱你。 Jane,说你爱我,再说一遍。 我爱你,先生,我爱你,全身心地爱你。 好了,真奇怪,你刚才说的那句话,刺痛了我的胸膛。 为什么呢? 我想是因为你说的那么虔诚,那么富有力量,因为你抬眼看我的时候,目光里透出了极度的信赖,真诚和忠心。 那太让我难受了,仿佛在我身边的是个精灵。 Jane,你摆出点胸相来,你很明白应该怎么摆,装出任性,腼腆,挑衅的笑容来,告诉我,你恨我。 你戏弄我,惹怒我吧,什么都行,但就是别打我,我宁愿发疯,而不愿哀伤。 等我把故事讲完,我会让你心满意足地戏弄你,惹怒你,那现在,听我把它讲完。 我想,Jane,你已经全都告诉我了,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你的忧郁,全都是因为一个梦。 不,不只是这样的。 什么,那还有别的吗? 但是我不相信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,我们有话在先,我对你说的表示怀疑,你接着讲下去吧。 他神态不安,举止有些忧虑焦躁,我感到很奇怪,但我继续说了下去。 我还做了一个梦先生,梦见森菲尔的府,已经是一处凄凉的废墟,变成了蝙蝠和猫头鹰出没的地方。 我想,那气派非凡的房子,已经荡然无存了,只剩下了一道贝壳般的墙,看上去很高,也很单薄。 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,我漫步穿过里面杂草丛生的围场,一会儿在这里办了大理石火炉,一会儿在那里碰到了倒地的断梁。 我披着头巾,仍然抱着那个不知名的孩子,尽管我的胳膊很吃力,我却不能把他随便放下,尽管孩子拖累着我,但是我必须带着他。 我听见远处的路上,有一匹马的奔驰声,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你,可是你离开已经很多年了,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家。 我发疯似的不顾危险,匆匆爬上那道薄薄的墙,想从墙顶上看一眼,但是石头从我的脚底下滚落,我抓住的枝藤松开了,那孩子恐惧地紧紧抱住我的脖子,几乎让我窒息。 最后,我爬到了墙顶,我看见你在白色的路上,像一个小点儿的,越来越小,越来越小。 风刮得那么猛,我简直站都站不住了。 我坐在狭窄的臂架上,让西头这个神圣的婴儿安静下来。 你在路上拐了一个弯,我俯下身子,去看你最后一眼。 后来,墙倒了,我抖动了一下,孩子从我膝盖上滚下去,我失去平衡,摔了下来,后来就醒了。 现在,Jane,你讲完了吧? 序幕讲完了,但是故事还没有开场呢。 我醒来的时候,一道强光弄得我眼睛发花。 我想,那是日光,可是我搞错了,那不过是烛光。 我想,索菲亚已经进屋了,梳妆台上有一盏灯,而衣橱的门大开着,睡觉前,我曾经把我的婚礼服和面纱放进衣橱里面,我听见了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。 我问,索菲亚,你在干嘛? 但是没有人回答我,可是我看见有一个人影从衣橱里走出来。 她端着蜡烛,举得高高的,并且仔细地端详着从架子上垂下来的衣服。 我又叫索菲亚,但是那个人依然默不作声。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,俯着身子,看着前面。 我先是感到吃惊,继而感到迷惑不解,我血管里的血也冷了。 Luchisse的先生,她不是索菲亚,不是莉亚,也不是菲尔法克斯太太。 她不是。 不,我当时敢肯定,现在也非常的肯定,甚至不是那个奇怪的女人,格雷斯普尔。 不,你看错了,一定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 不,先生,我庄严地向你保证,跟你说的恰恰相反。 站在我面前的人影,以前我从来没有在桑菲尔的府地区见过,那身高和外形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。 那你描绘一下吧,珍妮。 先生,那似乎是个女人,又高又大,背上垂着粗黑的长发,我不知道她穿了什么衣服,反正又白又整齐。 但究竟是袍子,背单,还是裹尸布,我说不上来。 你看见她的脸了吗? 起先没有,但是她立刻把我的面纱从原来的地方取下来,拿起来呆呆地看了很久,随后往自己头上一盖,转身朝着镜子。 这一刹那,在暗淡的鹅蛋形的镜子里,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的面容和五官的影像。 看上去怎么样? 我觉得像鬼一样吓人,先生,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面孔,没有血色,一副胸像。 但愿我忘掉那双咕噜噜的红眼睛,还有那副黑乎乎五官鼓鼓的鬼像。 鬼魂总是苍白的真,但是先生,她却是紫颜色的,她的嘴唇又黑又肿,额头勾壳纵横,乌黑的眉毛竖立着,两眼充满了血丝。 你要我告诉你,我想起了什么吗? 你说想什么? 我想起了可怕的德国幽灵,欺血鬼。 那她干了些什么? 先生,她从瘦削的头上拿下来面纱,刺成两半,扔在地上,然后又在上面踩。 后来呢? 后来她拉开窗帘,往外张望着,也许她看到天已经快亮了,就拿着蜡烛朝房门退去。 正好路过我床边的时候,那个鬼影停了下来,火一般的目光向我射过来。 她把蜡烛举起来,靠近我的脸,在我眼皮底下,把她吹灭了。 我感到她白沙沙的脸朝我闪着光,我昏了过去。 我平生第二次,只不过是第二次我下昏了。 你醒过来的时候,跟谁在一起? 除了大白天,先生,谁也没有。 我起来用水冲着头和脸,喝了一大口水,觉得身子虽然虚弱,但是并没有生病。 于是我决定,除了你,对谁都不说这噩梦的事。 好吧,先生,告诉我这女人是谁,她是干什么的。 你瞧,那无疑是你头脑过于兴奋的产物。 对你得小心翼翼,我的小宝贝,像你这样的神经,生来就是经不住粗暴对待的。 先生,毫无疑问,我的神经是没有毛病的,那个东西是真的,事情确实发生了。 那么你以前的梦呢,都是真的吗? 难道桑菲尔的府已经化成了一片废墟? 难道你我被不可逾越的障碍隔开了? 难道我离开了你,你没有流一滴泪,没有吻一吻,也没有说一句话? 不,没有。 你瞧,把我们融合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到来了。 我们一旦结合,这种心理恐惧就再也不会发生,我敢保证。 心理恐惧,但愿我能相信不过如此而已,但是既然连你都无法解释可怕的来访者之谜,那现在我更希望只是心理恐惧了。 既然我无法解释Jane,那就一定不会是真的。 不过先生,我今天早晨起来,这么自言自语说着,在房间里东张西望,想从光天化日下每件眼熟的东西月幕的外表上,找到一点勇气和慰藉。 瞧,就在地毯上,我看到了一件东西,完全否定了我原来的设想。 那是一块从上到下都被撕成两半的面纱。 我觉得Lutrisse的先生大大吃了一惊,他打了个寒颤,急急忙忙摟住我的脖子。 谢天谢地,幸好昨天晚上你所遇到的险情,不过就是毁了面纱。 哎呀,只要想一想,还会出什么别的事儿,我就感觉到。 他喘着气,紧紧地搂住了我,差点让我透不过气来。 沉默了片刻之后,他兴致十足地说下去。 这一半是梦,一半是真。 我并不怀疑确实有个女人进了你的房间。 那个女人就是,我想准是Glaise Poore,你自己把她叫做贵人。 那就你所知,你有理由这么叫她。 瞧她怎么对待我的,怎么对待梅森。 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,你注意到她进了房间,看到了她的行动。 但是由于你兴奋得几乎发狂,你把她当成了不同于她本来面貌的鬼像。 你看到她披着散乱的长发,黑黑的肿脸,夸大了的身材,是你的臆想,是噩梦中的产物。 恶狠狠撕毁面纱倒是真的,很像她干的。 我知道你会问,干嘛在屋子里养这样一个女人。 Jane,答应我,等我们结婚一周年的时候,我会告诉你,而不是现在。 那么,你同意对这个谜的解释吗? 我想了一想,对我来说,实在也只能这么解释了。 说满意,那倒未必,但是为了让她高兴,我尽力装出这副样子。 说感到宽慰,却是真的,于是我对她抱着以满意的微笑。 这时候,过了一点钟了,我准备向她告辞。 我点起蜡烛的时候,她问,索菲亚不是同阿呆勒一起睡在育儿室吗? 是的,先生。 那阿呆勒的小床还能睡得下你,今晚跟她一起睡吧,Jane。 你说的事情会使你神经紧张,那也毫不奇怪。 我倒请愿你不要单独睡,答应我到育儿室去睡。 我很累这样做的,先生。 你记住,从里面把门拴牢,上楼的时候把索菲亚叫醒,就说请她明天及时把你叫醒,因为你得在八点前穿好衣服,吃好早饭。 现在你别那么忧心忡忡了,抛开沉重的烦恼,Jane。 你难道没听见清风的细雨吗? 雨点儿现在不再敲打窗户了,敲这儿,看外面,多么可爱的夜晚。 外面的夜晚确实如此,半个天空都明镜如水,此刻风已经改由西面吹来,青云在风前急驰, 朝东排成长长的银色圆柱,月亮洒下了宁静的光辉。 好吧,这会儿我看看我的Jane怎么样了。 夜晚非常平静,先生,我也一样平静。 明天除了欢乐的爱和幸福的结合,你再也不会梦见分离和悲伤了,Jane。 洛奇斯的先生这一遇见,只实现了一半。 我的确没有梦见忧伤,也没有梦见欢乐,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睡着。 我搂着Adela,瞧着孩子沉沉地睡去,她睡得那么平静,那么安宁,那么天真。 想着即将到来的明天,我的整个生命苏醒了,在我体内躁动着。 太阳一出来,我便起来了。 我记得离开Adela的时候,她紧紧搂住我,我记得把她的小手从我脖子上松开的时候,我吻了吻她。 我怀着一种莫名的情感,对着她哭了起来。 我离开了她,生怕哭泣声会惊动她的酣睡。 她似乎就是我往昔生活的标志。 而鲁切斯特先生是既可怕,而又亲切的一个标志,是一无所知的未来的标志。 索菲亚七点钟来替我打扮,确实费了好久才大功告成。 我们用的时间很多,我想鲁切斯特先生对我的拖延有些不耐烦了,派人来问我,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。 索菲亚正用一枚试针把面纱系到我的头发上。 一戴完毕,我便急急忙忙从她手底下钻了出去。 但是,索菲亚叫着我说, 慢着,你往镜子里瞧一瞧你自己,你连一眼都还没有看呢。 于是,我在门边转过身来,看到了一个穿了袍子,戴了面纱的人,一点都不像我往常的样子,就仿佛是一位陌生人的影像。 索菲亚,一个声音嚷道,我赶紧下楼去。 洛奇斯特先生在楼梯脚下迎着我。 你这磨磨蹭蹭的家伙,我的脑袋急得直冒火,你太拖了了。 他带我进了餐室,急切地把我从头到脚打了一番,声称我像百合花那样美丽,不仅是他生活中的骄傲,而且也让他大饱眼福。 随后他告诉我,只给我十分钟吃早饭,并且按了按铃,他心尽雇佣的一个仆人,一位管家应召而来。 只要把马车都准备好了吗? 好了,先生。 行李拿下去了吗? 他们现在正往下拿呢,先生。 你上教堂去看一下,看看沃德牧师和执事在不在那里,回来告诉我。 大门的那边就是教堂,所以管家很快就回来了。 沃德先生在法衣室里正忙着穿法衣呢。 马车呢? 马匹正在上婉拒。 我们上教堂不用马车了,当回来的时候要准备停档,所有的箱子和行李都要装好捆好,车夫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。 是,先生。 Jane,你准备好了吗? 我站了起来,我们没有男兵像和女兵像,也没有亲戚等候或者是引领。 除了Luchisse的先生和我,没有别人。 我们经过大厅的时候,Firfox太太站在那里。 我本想同她说话,但是我的手被铁钱式地捏住了。 让我几乎跟不住的脚步把我匆匆推向前去。 一看Luchisse的先生的脸,我就觉得,不管什么原因,再拖一秒钟,她都不能忍耐了。 我不知道其他的新郎看上去是不是像她这副样子,那么专注于一个目的,那么毅然决然,或者有谁在那道浓重的眉毛下露出过那么火辣辣,光闪闪的眼睛。 我不知道那天的天气是好还是不好。 走下车道的时候,我既没有观天,也没有看地,我的心灵和眼光都集中在Luchisse的先生身上。 我边走边要看看她,好像恶狠狠盯着的无形东西,要感受那些她似乎在对抗和抵御的念头。 我们在教堂院子边门停了下来,她发现我都喘不过气来了。 我爱得有点残酷吗,Jim?歇一会儿,来靠着我。 如今,我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灰色的老教堂宁静地耸立在我的面前,一只白嘴鸭在教堂尖顶盘旋着。 远处的天空通红通红的,我还隐约记得绿色的坟墩,也并没有忘记两个陌生的人影,在低矮的小丘之间徘徊,我还一边读着刻在几块长满青苔的墓石上的名文。 这两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,因为一见到我们,他们便转到教堂背后去了。 我相信他们要从侧廊的门进去,观看婚礼仪式。 洛奇斯的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人,他热切地瞧着我的脸,我想我的脸一时毫无血色,因为我觉得我额头汗层层的,两颊和嘴唇却冰凉。 但我不久便定下神来。 和洛奇斯的先生沿着小径,缓步走向门廊。 我们进了幽静而朴实的教堂,牧师身穿白色的发衣,在低矮的圣坛等候,旁边站着直视,一切都十分平静,那两个影子在远远的角落里走动。 我的猜测没有错,这两个陌生人在我们进来之前就溜了进来。 此刻,他们背朝着我们,站在洛奇斯的家族的墓穴旁边,透过栅栏,瞧着带有时间印记的古老大理石坟墓。 这里,一位下跪的天使守卫着内战中死于马斯顿荒原的戴姆尔德·洛奇斯特的遗骸和他的妻子,伊丽莎白。 我们在圣坛栏栏杆前站好,我听见身后响起了小心翼翼的脚步声,便回头看了一眼,只见陌生人中的一位,显然也是一位绅士,他正在走向圣坛。 仪式开始了,牧师对婚姻的目的做了解释,随后往前走了一步,向洛奇斯特先生微微欠了前身子,又继续了。 牧师对我们说,我要求并告诫你们两个人,如果你们中的一位知道有什么障碍使你们不能合法地联姻,那就现在公认吧。 因为你们要确信,凡是众多没有得到上帝允许而结合的人,都不是上帝结成的夫妇,他们的婚姻是非法的。 牧师按照习惯顿了一下,那句话之后的停顿,似乎从不曾被回答所打破。 不,也许一百年才有一次。 所以牧师依然盯着书,并没有抬头,静默了片刻之后,又说了下去。 他的手已经伸向洛奇斯特先生,一边张嘴问道,你愿意娶这个女人为结发妻子吗? 就在这时候,近处一个清晰的声音响了起来,婚礼不能继续下去了,我宣布存在着一个障碍。 牧师抬头看了一下说话的人,默默地站在那里,直视也一样。 洛奇斯特先生仿佛觉得地震滚过他脚下,他稍稍移动了一下,随后便站稳了脚跟,既没有回头,也没有把眼睛抬起来,便继续说, 继续下去。 他用深沉的语调说完这句话之后,全场一片寂静。 沃德先生立刻说, 不先对刚才宣布的事调查一下,证明他是真是假,我是无法继续的。 我们背后的嗓音补充道,婚礼终止了,我能够证实刚才的断言,这桩婚事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。 洛奇斯特先生听了置之不理,他顽固而僵直地站着,移动不动,但握住了我的手。 他握得多紧,他的手多么拙人呢,他那苍白坚定的宽阔脸庞,这时候多么像开采下来的大理石,他的眼睛多么有光彩,表面他平静紧绝,底下却犹如翻江倒海。 洛奇斯特先生似乎不知所措,他问我们背后的那个人, 是哪一类性质的障碍,说不定是可以排除的,你能够解释清楚吗? 几乎不可能,我称他难以克服,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。 说话的那个人,走到前面,溢在栏杆上,他往下说,每个字都说得那么清楚,那么镇定,那么稳重,但是声音并不高。 障碍完全在于一次以前的婚姻。 洛奇斯特先生,有一个妻子还活着。 这几个字,轻轻道来,但对我的神经所引起的震动,却甚于雷霆,对我血液的细杯侵蚀,远甚于风霜水火。 但我又镇定下来了,没有晕倒的危险,我瞧了瞧洛奇斯特先生,让他瞧着我,他的整张脸成了一块苍白的岩石,他的眼睛直冒火星,却又尖如碎石。 他一点也没有否认,似乎要无视一切,他没有说话,没有微笑,也似乎没有把我看作一个人,而只是胳膊紧紧搂住我的腰,把我紧贴在他的身边。 他问那个入侵者, 你是谁? 我的名字叫布里格斯,我是伦敦的一个律师。 你要把一个妻子强加于我吗? 不,我要提醒你,你有一个太太先生,就是你不承认,法律也是承认的。 那请替我描述一下他的情况,他的名字,他的父母,他的住处。 当然可以。 布里格斯先生镇定自若地从口袋里取出了一份文件,用一本正经的声音读了起来。 我断言并证实,公元某某年10月20日,英国桑菲尔德府及芬町庄园的Edward Fairfax-Lochista同我的姐姐, 商人Jonas Mason及妻子克里奥尔人Antoine的女儿,波莎Antoine Mason,在亚美加的西班牙镇某某教堂成婚。 婚礼的记录可建于教堂的登记簿,其中一份现在在我手中,Lichard Mason签字。 如果这份文件是真的,那也只能证明我结过婚,却不能证明里面作为我妻子而提到的女人还活着,三个月之前她还活着,你怎么知道的? 我有一位这件事情的证人,她的证词,Lochista先生,连你也难以反驳。 把她叫来,不然你见鬼去。 我先把她叫来。 Lochista先生,她在场。 Mason先生,请你到前面来。 Lochista先生,一听到Mason这个名字,便咬紧了牙齿,抽搐式地剧烈颤抖起来。 我离她很近,感觉得到她周身愤怒和绝望地静暖起来。 这时候,一直躲在幕后的第二个陌生人,走了出来。 律师的肩头上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。 不错,这是Mason本人。 Lochista先生回头瞪着她。 我常说她的眼睛是黑的,而此刻因为愁上心头,便有了一种黄褐色,乃至带血丝的光。 她的脸胀红了,由于心火不断上升和扩大,她橄榄色的脸颊和没有血色的额头,闪闪发亮。 她动了一动,举起了强壮的胳膊,她完全可以痛得Mason把她击倒在地板上,无情地把她揍得断气。 但Mason退缩了一下,低声叫了起来。 天哪! 一种冷冷的密室在洛迟斯的先生心中油然而生,就仿佛蛀虫使植物枯萎一样。 她的怒气消了,只不过问了一句。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? 从Mason苍白的唇间吐出了几乎,听不见的回答。 要是你回答不清,那就见鬼去吧,我再次要求,你有什么要说的? 先生!先生! 牧师插话了。 他说,别忘了你在一个神圣的地方。 随后,他转向Mason,和颜悦色地说,你知道吗,先生,这位先生的妻子是不是还活着? 律师怂恿Mason说,胆子大些,说出来。 他现在就在桑菲尔德府,四月份我还见过他,我是他的弟弟。 牧师失声叫道,在桑菲尔德府, 不可能,我是这一代的老住客先生,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桑菲尔德府有一个叫洛切斯的太太的人。 我看见一阵凝笑扭曲了洛切斯先生的嘴唇。 他咕咬道,不,天哪,我十分小心不让人知道有这么回事,或者知道他叫那个名字。 他沉思起来,捉摸了十来分钟,于是打定主意宣布道,行了,一切都一起窜出来了,就像子弹出了枪堂。 Wald,合上你的书本,脱下你的法衣吧,Jonglin,离开教堂吧,今天不举行婚礼了。 洛切斯的先生继续说,重婚是一个丑陋的字眼,然而我有意重婚,但命运却挫败了我,或者上天制止了我,也许是后者。 此刻我并不比魔鬼好多少,就像我那位牧师会告诉我的那样,必定会受到上帝最严正的审判,甚至还要受到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虫的折磨。 先生们,我的计划被打破了,这位律师和他顾客所说的话是真的,我结了婚,同我结婚的女人还活着。 Wald先生,你说你在府上那一带,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位叫做洛切斯特太太的人,不过我猜想有很多次你想竖起耳朵,听听关于一个神秘的疯子被看管着的留言。 有人已经向你耳语,说她是我同父异母的私生姐姐,有人说她是被我抛弃的情妇,但是现在我告诉你们,她是我妻子。 十五年前,我同她结的婚,她的名字叫波莎梅森,是这位梅森先生的姐姐。 此刻梅森先生,四肢打颤,脸色发白,向你们表示男子汉们的心是多么刚强。 来,提起劲儿来,梅森,别怕我,我几乎宁愿揍一个女人而不揍你。 波莎梅森是疯子,而且出身于一个疯人家庭,一连三代的白痴和疯子。 她的母亲,那个克里奥尔人既是个疯女人又是个酒鬼。 我是同她的女儿结婚之后才发现的,因为以前她们对家庭的秘密守口如瓶。 波莎像一个百依百顺的孩子,在这两方面,她承袭了她的母亲。 我曾经有过一位迷人的伴侣,纯洁,聪明,谦逊。 你可能想象我是一个幸福的男人,我经历了多么丰富的场面。 我的阅历真是有趣,要是你们知道就好了,不过我不再进一步解释了。 波莎格斯,Wald Mason,我邀请你们都上我家去,拜访一下普尔太太的病人,我的妻子。 你们会看到,我受骗上当所娶的是怎样一个人,评判一下我是不是有权私会协议,寻求至少是符合人性的同情。 她瞧着我,继续往下说,这位姑娘,对讨厌的秘密并不比你们知道的更多。 她认为一切既公平又合法,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入骗婚的圈套,同一个受了骗的可怜虫结亲。 这个可怜虫早已经跟一个恶劣疯狂没有人性的伴侣结合了。 来吧,你们都跟我来。 她依然紧握着我的手,离开了教堂。 三位先生跟在我们的后面,我们发现马车停在大厅的前门口。 洛奇斯特先生冷冷地说,把她送回马车房去这样,今天不需要她了。 我们进门时,菲尔发克斯太太,阿黛勒,索菲亚,丽娅都走上前来迎接我们。 我们的主人说,统统都向后转,收起你们的祝贺吧。 谁需要她呢?我可不要,她晚了十五年。 她继续往前走,登上楼梯,一面仍然紧握着我的手,一面招呼着先生们跟着她。 先生们照办了。 我们走上第一道楼梯,经过门廊,继续上了三楼。 洛奇斯特先生的万能钥匙打开了这扇又矮又黑的门,让我们进了铺有花毯的房间。 房间内有一张大床和一个装饰有图案的柜子。 你知道这个地方,梅森,他在这里咬了你,刺了你。 洛奇斯特先生撩起墙上的围蔓,露出了第二扇门,又把它打开了。 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,燃着一堆火,外面围着一个又高又坚固的火炉围栏,从天花板上垂下的铁链子上悬挂着一盏灯。 格雷斯普尔俯身向着火,似乎在平底锅里吵着什么。 在房间另一头的暗影里,一个人影在前后跑动,那究竟是什么,是动物还是人,粗粗一看,难以辨认。 他好像四肢着地趴着,又是抓又是叫,活像某种奇异的野生动物,只不过有衣服避体罢了。 一头黑白相见,乱如棕毛的头发,遮去了他的头和脸。 洛奇斯特先生说, 早上好,普尔太太,你好吗?你照管的人今天怎么样? 妈妈呼呼先生,谢谢你。 格雷斯一面回答,一面小心地把烧滚了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炉旁的架子上。 他有些急躁,但是没有动物。 一阵凶恶的叫声似乎揭穿了他的报喜不报忧。 这条穿了衣服的野狗直立起身子来,高高地站在后腿上。 格雷斯嚷道,哎呀,先生,他看见你了,你还是别待在这儿。 只待一会儿,格雷斯,你得让我待一会儿。 那么当心点儿,先生,看在上帝的面上,当心。 这疯子咆哮着,把他乱捧捧的头发从脸上撩开,凶狠地盯着来访者。 我完全记得那发紫的脸膛,肿胀的五官。 普尔太太走上前来。 走开。 鲁雷斯的先生一边说,一边把他推到了一边。 我想他现在手里没有刀吧,而且我防备着呢。 谁也不知道他手里有什么先生,他那么狡猾,人在小心,也斗不过他的诡计。 我们还是离开他吧。 梅森敲声地建议道。 建你的鬼! 小心! 梅森敲声地建议道。 但是不止一字,险些被他闷死。 是在凶神恶煞般的叫喊和猛烈的反扑中完成的。 随后,鲁雷斯的先生转向旁观者,带着刻读而凄处地笑,看着他们。 他说, 这就是我的妻子,这就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尝到的夫妻间拥抱的滋味。 这就是我闲暇时所能得到的爱抚与慰藉。 而这位年轻的姑娘是我希望拥有的。 他那么严肃,那么平静地站在地狱的门口,镇定自若地观看着一个魔鬼的游戏。 我要的是希望在那道呛人的菜之后,换换口味。 Walder和Bolligus,瞧瞧,两者何等不同,把这双明镜的眼睛同那边红红的眼珠比较一下吧。 把这张帘跟那副鬼像,这副身材与那个庞然大物比较一下吧。 然后,你们再来审判我。 不道的牧师和护法的律师都请记住,你们怎么来审判我,将来也会受到怎样的审判。 现在你们走吧,我得要把我的宝贝藏起来了。 我们都走了出来,洛切斯特先生留后一步,对格雷斯普尔再次做了交代。 我们下楼的时候,律师对我说, 你,小姐,证明完全是无辜的,等梅森先生返回马德拉之后,你的叔叔听说是这么一回事之后会高兴的,真的,要是他还活着的话。 我的叔叔,他怎么样,你认识他吗? 梅森先生认识他。 几年来,埃尔先生一直和他沙维尔的家保持着通信联系。 你的叔叔接到你的信,或计你将与洛切斯特先生有意结合的时候,梅森先生正好也在。 他是在回亚迈加的路上,逗留在马德拉群岛疗养的。 埃尔先生提起这个消息,因为他知道我的一个顾客同一位名叫洛切斯特先生的熟悉。 你可以想象,梅森先生既惊讶又难受,就披露了事情的真相。 很遗憾,你的叔叔现在卧病在床,他患的是肺病。 考虑到疾病的性质,以及疾病的程度,他很有可能会一病不起。 他不可能亲自赶到英国,把你从掉入的陷阱中解救出来。 但是他恳求梅森先生立即采取措施,阻止这桩诈骗婚姻。 他让我帮他的忙。 我使用了一切公文快信,谢天谢地,总算并不太晚,无疑你也必定会有同感。 要不是我确信你还没有赶到马德拉群岛,你的叔叔就会去世的话,我会建议你同梅森先生结伴而行。 但事情既然如此,你还是留在英国,等你接到他的信,或者是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之后再说。 梅森先生,我们还有什么别的事情需要在这儿待着吗? 不,没有了,我们走吧。 梅森先生急不可耐地回答。 他们没有等得及向洛奇斯的先生告别,就从大厅门出去了。 牧师同他高傲的教区居民交换了几句劝导或是责备的话,尽了这番责任,也离去了。 我听见鲁齿斯的先生走了,这时候我也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里,正站在扮演着的门旁边。 人聚楼空,我把自己关进房间,插上门,免得别人闯进来。 然后开始机械地脱下婚礼服,换上昨天晚上我要最后一次穿戴的泥子做的袍子。 我没有哭泣,我很震惊。 随后我坐了下来,感到浑身疲软。 我用胳膊支着桌子,将头靠在手上。 现在我开始思考了。 在此之前,我只是听,只是看,只是动,由别人领着或拖着,跟上跟下,观看事情一件件地发生,秘密一桩桩地揭开。 而现在,我开始思考了。 早上是平静的,除了和疯子交手的短暂场面,一切都平平静静。 教堂里的一幕,也没有高声大气,没有暴怒,没有大声吵闹,没有争辩,没有对抗与挑衅,没有眼泪,没有哭泣。 几句话一说,平静地宣布对婚姻提出异议。 鲁切斯特先生问了几个严厉而简短的问题,对方做了回答和解释,援引了证据。 我的主人公开承认了事实,随后看了活的证据。 闯入者们走了,一切都过去了。 我像往常那样待在我的房间里,只有我自己,没有明显的变化。 我没有受到折磨、损伤或者残害。 然而昨天的Jean L又在哪儿呢? 她的生命在哪儿? 她的前程在哪儿? Jean L,她曾经是一个热情洋溢,充满期待的女人。 差一点就做了新娘,但是她再度成了冷漠、孤独的姑娘。 她的生命很苍白,她的前程很凄凉。 圣诚的霜洞在种下就降临了,十二月的白色风暴,六月里便刮得天旋地转。 冰林替成熟的苹果上了幼彩,积雪摧毁了怒放的玫瑰。 甘草田和玉米地里覆盖着一层冰冻的兽衣。 昨夜还岔子烟红的小巷,今日无人踩踏的鸡雪,已经封住了道路。 十二小时之前,还树叶婆娑,香气扑鼻,犹如热带树丛的森林。 现在已经白茫茫,一片荒芜,犹如冬日挪威的松林。 我的希望,全都熄灭了,受到了微妙致命的一击,就像埃及的长子一夜之间所受到的一样。 我观察了自己所抱的希望,昨天还是那么繁茫,那么光彩照人,现在却变得光秃秃,寒颤,千灰色了,成了永远无法复活的尸体。 我审视着我的爱情,我主人的那种感情,他所造成的感情,在我心里打着寒颤,像冰冷摇篮里的一个有病的孩子。 病痛已经缠身,却又难以回到Luchisse先生的怀抱,无法从他的胸膛得到温暖。 我是永远也回不到他那儿去了,因为信念已被扼杀,信任感已被摧毁。 对我来说,Luchisse的先生不是过去的他了,因为他已经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。 我不会把恶行强加给他,我不会说他背叛了我,但是真理,那种一尘不染的属性,已经与他无缘了。 我必须离他而去,这点我看得非常的清楚。 什么时候走,怎么走,上哪儿去,我还不能确定,但我相信他自己会急于把我从桑菲尔德年走,他似乎已经不可能对我怀有真情,而只有忽冷忽热的激情,而且还受到了压抑。 他不再需要我了,现在我甚至害怕与他狭路相逢。 他一见我,准会感到厌恶。 我的眼睛是瞎的,我的行动多么软弱啊。 我的眼睛被蒙住了,而且闭了起来,旋转的黑暗漂浮着,似乎包围了我,思绪滚滚而来,犹如黑色的灼流。 我自暴自弱,浑身松弛,百无聊来,仿佛躺在一条大河,干枯的河床上。 我听见洪水从远山奔泻而来,感觉到激流逼近了。 爬起来吧,我没有意志,逃走吧,我又没有力气。 我昏昏沉沉地躺着,渴望死去,有一个念头仍像生命那样在我内心波动,对上帝的怀念,并由此而产生了无言的祈祷。 这些话,在我没有阳光的内心往复徘徊,仿佛某些话,该敲声倾吐出来,却又无力去表达它们。 求你不要远离我,因为灾难临近了,没有人帮助我。 灾难确实近了,而我并没有请求上天消灾蜜惑,我既没有合上双手,没有屈膝,也没有张嘴。 灾难降临了,洪流滚滚而来,把我吞没,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十分孤单,我的爱情已经失去,我的希望已被浇灭,我的信心受到了致命的一击。 这想法,犹如一个色彩单调的块状物,在我头顶有力地大幅度摆动着,这痛苦的时刻,不堪描述。 就像旧约诗篇里所说的, 中水要淹没我,我饮在深淤泥中,没有立脚之地,我到了深水中,大水漫过我身。 下午的某个时候,我抬起头来,向四周瞧了瞧,看见西尘的太阳正在墙上涂上金色的落日印记,我问我自己,我该怎么办? 我的心灵回答说,立刻离开桑菲尔的。 那回答是那么及时又那么可怕,我立即捂住了耳朵,我说,这些话我现在可受不了。 不,我不当埃德华·鲁芷斯先生的新娘,这是我痛苦中最小的一部分。 我断言,我从一场噩梦中醒来,发现是竹篮打水一场空,这种恐惧我既能忍受也能克服, 不过我要义无反顾地马上离他而去,却让我受不了,我不能这么做。 但是,我内心的另一个声音却认为,我能这样做,而且预言,我应当这么做。 我斟酌着这个决定,希望自己软弱些,以躲避已经为我扑下的可怕的痛苦道路。 而良心已经变成暴君,抓住激情的喉咙,嘲弄地告诉他,他那美丽的双脚已经陷入了泥脑,还发誓要用铁臂把它推入深不可测的痛苦深渊。 那么,把我拉走吧,让别人来帮助我。 不,你得自己挣脱,没有人帮助你,你自己得弯出你的右眼,砍下你的右手,把你的心作为祭品,而且要由你这位祭司把它刺穿。 我默默地站了起来,被如此无情的法官所铸就的孤独,被充斥着如此可怕声音的寂静,吓坏了。 我站直的时候,只觉得脑袋发晕,我明白自己由于激动和缺乏营养而感到不舒服。 那天,我没有吃早饭,肉和饮料都没有沾过口。 带着一种莫名的痛苦,我忽然回想起来,尽管我在这里关了很久,但没有人带口信来,问问我怎么样了,或者邀请我下楼去,甚至连阿黛也没有来敲我的门,菲尔法克斯太太也没有来找我。 看来,朋友们总是忘记那些被命运所抛弃的人。 我这样想着,一面拉开门栓,走了出去。 我在一个什么东西上伴了一下,因为我依然头脑发晕,视力模糊,四肢无力,所以无法立刻控制住自己。 我跌倒了,但没有倒在地上,一只伸出的手抓住了我。 我抬起头来,看到洛奇斯的先生扶着我,他坐在我房门口的一把椅子上。 你终于出来了,Janny,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,而且仔细听着,但是我既没有听到一点动静,也没有听到一声哭泣。 如果再过五分钟,还是那么死一般的沉寂,我可要像盗贼那样破门而入了。 看来,你想避开我,你把自己关起来,独自伤心吗? 我倒情愿你历生责备我。 你容易动感情,因此我估计会大闹一场。 我准备你热泪如鱼,只不过希望,它落在我胸膛上。 可是现在,没有知觉的地板,或是你湿透了的手帕,接受了你的眼泪。 可是我错了,你根本没有哭,我看到了白白的脸颊,黯淡的眼睛却没有泪痕。 那么我猜想,你的心一定哭泣着,在流血。 听着,Jane,你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吗? 没有尖刻辛辣的言辞,没有挫伤感情,或者是打击热情的字眼。 你静静地坐在我让你坐的地方,无精打采地看着我。 Jane,我绝不想这么伤害你,要是某人有一头欺辱女儿的母羊,吃她的面包,饮用她的杯子,躺在她怀抱里, 而由于某种疏忽,在屠宰场里宰了她,她对血的错误的悔恨,绝不会超过我现在的悔恨。 你能宽恕我吗? 亲爱的听众,我当时就宽恕了她。 她的目光隐含着那么深沉的忏悔,举止中富有如此男子气的活力。 此外,她的整个神态和风度中流露出那么使之不移的爱情,我全都宽恕了她,不过没有诉诸语言,没有表露出来,而只是掩藏在心底里。 不久,Luchisse先生若有所思地问, 你知道我是个恶棍吗,Jane? 是的,先生。 那就直截了当,毫不留情地告诉我,别姑息我。 不,我不能,我既疲倦又不舒服,我想喝点水。 她颤抖着叹了一口气,把我抱在怀里,下楼去了。 起初我不知道,她要把我抱到哪个房间去,在我呆滞的目光中,一切都朦朦胧胧。 很快,我觉得,一团温暖的火又回到了我身上,因为虽然使令正是夏天,我在自己的房间里,却早已是浑身冰凉。 她把酒送到我嘴里,我尝了一尝,缓过神来,随后我吃了些她拿来的东西,于是很快便恢复过来。 我在图书室里,坐在她的椅子上,她就在我的旁边。 我想,要是我现在,就毫无痛苦地结束生命,那倒是再好没有了,那样我就不必狠心崩断自己的心弦,以终止同路吹死的先生心灵上的怜惜。 看来,我得离开她。 但是我不想离开她,我不能离开她。 你现在好吗,Jane? 好多了,先生,很快就会好的。 再尝一下酒,Jane。 我按照她的话做了,随后她把酒杯放在桌子上,站到我面前,专注地看着我。 突然,她转过身来,充满激情含糊不清地叫了一声,快步走过房间,又折回来,朝我弯下身子,像是要吻我。 但我记起现在已经不允许父爱了,我转过脸去,推开了她的脸。 她急忙地嚷道,什么?这是怎么回事? 哦,我知道,你不想吻Bolga Mason的丈夫,你认为我的怀里已经有人,我的拥抱已经被占有了。 无论怎么说,已经没有我的份和我的容身之地了,先生。 为什么,Jane? 好吧,我来免去你多费口舌的麻烦,让我替你回答。 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妻子,你会这样回答我的,我猜得对吗? 是的。 要是你这样想,你准对我抱有成见了,你一定认为我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浪子,低俗下贱的恶棍,煽起没有真情的爱,把你拉进预先设置好的圈套,剥夺你的名誉,打消你的自尊。 你对这有什么看法呢? 我看你无话可说,首先你身子依然虚弱,还得花好些功夫才能喘过气来。 其次,你还不习惯于指控我,辱骂我。 此外,眼泪的闸门大开着,要是你说的太多,你的泪水就会奔涌而出,你没有心思来劝说,来责备,来大闹一场。 你正在思索着,怎样来行动,你认为空谈无济于事,我知道你,我戒备着。 先生,我不想和你作对。 不按你理解的自意,而按我理解的自意来说,你正谋划着毁灭我。 你等于已经说,我是一个已婚男子,正因为这样,你躲开我,避开我,刚才你已经拒绝吻我,你想跟我完全成为陌路人。 只不过,作为Adela的家庭教师,住在这座房子里。 要是我对你说了句友好的话,要是一种友好的感情,使你再次向着我,你会说,那个人差点让我成了他的情妇,我必须对他冷若冰霜。 于是你便真的冷若冰霜了。 我清了清喉咙,稳住了嗓子回答他。 我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先生,我也必须改变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 为了避免感情的波动,免得不断抵制回忆和联想,那就只有一个办法。 Adela得另请家庭教师,先生。 哦,Adela是要去上学的,我已经做了安排,我也无意难桑菲尔德福可怕的联想和回忆来折磨你。 这是个可诅咒的地方,这个压干的营帐,这个傲慢的墓穴,向着明亮开阔的天空,显现出生不如死的鬼像。 这个狭窄的石头地狱,一个真正的魔鬼,递得上我们想象中的一大批。 Jane,你不要待在这儿,我也不待。 我明明知道桑菲尔德福国影重重,却把你带到这儿来,这是我的过错,我还没有看见你,就已经责令他们把这个地方的祸害都瞒着你,只是因为我怕你知道和谁同住在一个屋檐下,Adela就找不到肯待在这里的女教师了。 而我的计划又不允许我把这疯子迁往别的地方,尽管我拥有一个比这里更幽静,更隐蔽的老房子,叫做分顶庄园。 要不是考虑到那里地处森林中心,环境很不卫生,我良心上羞于做这样的安排,我是很可以让他安安稳稳地住在那儿的。 那粒潮湿的墙壁,可能会很快从我肩上卸下他这个包袱。 不过,恶棍种种,恶行各有不同,我的并不在于间接谋杀,即便是对付对我恨之入骨的人。 然而,把疯女人的住处瞒着你,不过是像用斗篷把一个孩子盖起来,把它放在一棵剑毒树的旁边,那魔鬼把四周都毒化了,而且毒气不散。 不过,我将关闭桑菲尔德福,我又用钉子封住前门,用板条盖墨矮窗,我要给普尔太太二百英镑一年,让她同我的妻子,你称之为可怕的女巫一起生活。 只要给钱,普尔太太愿意干很多事情,而且她可以让她的儿子来作伴。 我妻子发作的时候,比如受妖精的启发,要把人们夜晚烧死在床上,用刀刺她们,从骨头上把肉咬下来的时候,格雷斯身旁好歹也有个帮手。 先生,对那位不幸的女人来说,你实在是冷酷无情,你一弹起她,就恨恨的,好像势不两立,那是很残酷的,她发疯也是身不由己的。 Gin,我的小宝贝,你不了解你谈的事情,你又错怪我了,我恨她,并不是因为她发了疯。 要是你疯了,你想,我会恨你吗? 我想你会的,先生。 那你错了,你一点也不了解我,一点也不了解我会怎样的爱? 你身上每一丁点皮肉,如同我自己身上的一样,对我来说都非常宝贵,病痛之时也一样如此。 你的脑袋是我的宝贝,要是出了毛病,也还是我的宝贝,要是你一语连篇,我的胳膊会围住你。 即使在动怒的时候,你乱抓乱拉,对我来说也是迷人的。 要是你像今天早上的那个女人那样疯狂地向我扑来,我会用拥抱接受你,至少既起到制止的作用,又显出爱抚来。 我不会像厌恶地避开她一样避开你,在你安静的时刻,你身边没有监护人,没有护士,只有我。 我会带着不倦的温柔体贴在你身边走动,尽管你不会对我抱着一微笑,我会永不厌腻地盯着你的眼睛,尽管那双眼睛已不再射出一缕确认我的光芒,但是我干嘛要顺着那样的思路去想呢? 鲁奇斯的先生继续对我说,我刚谈着让你离开桑菲尔的,你知道,一切都准备好了,让你立刻离开这里,明天你就走。 我只不过求你,在这间房子里,再忍受一个晚上,请你,随后就向她的痛苦和恐怖诀别。 我自有地方去,那会是个安全的避难所,躲开可憎的回忆,不受欢迎的干扰,甚至还有欺诈和诽谤。 先生,带着阿呆勒走吧。 那样,你也有她可以作罢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,Jean,我已经告诉你,我要送阿呆勒去上学,我何必要一个孩子来作伴,何况又不是我的孩子? 你干嘛把我和她缠在一起? 我说,你为什么把阿呆勒派给我作伴? 你谈起了隐退先生,而隐退和独处是乏味的,对你来说,太乏味了。 独处? 我看我得做个解释。 我不知道你的脸上正露出什么令人费解的表情,你也同我一样会独处,你知道吗? 我摇了摇头,在她那么激动起来的时候,即使是冒险做个表示意义的暗号,也需要点勇气。 罗切斯特先生在房间里飞快地走动着,随后停了下来,仿佛猛地在原地生了根似的,狠狠地打亮了我半天。 我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,聚集在火炉上,而且竭力摆出安宁镇静的姿态。 至于性格上的障碑,到现在为止,这团丝线还是赚得够顺利的,但我向来知道会出现截头和谜团,现在就是。 此刻,我们正面对着烦恼,恼怒和无休止的麻烦。 上帝啊,我真想动用参孙的一份力量,快刀斩乱麻。 他又开始走动,但很快停了下来,这回正好停在我面前。 君,你愿意听我说理吗?因为要是你不听,我就要使用暴力了。 她的神态,像是要冲破不可忍受的束缚,不顾一切地大胆放肆了。 我在另一个场合见过这种情景,要是再增一份狂乱的冲动,我就对她无能为力了。 此刻,唯有在一瞬之间将她控制住,不然,一个表示厌恶、逃避和胆怯的动作将置我自己,还有她于死地。 然而我并不害怕,丝毫没有感到害怕,我感到一种内在的力量,一种气势在支持着我。 危急关头往往显向还生,但也并非没有魅力,就像印第安人乘着疲乏穿过激流所感觉到的那样。 我握住她捏得紧紧的手,松开她扭曲的手指,抚慰地对她说:「坐下吧,你爱谈多久,我就同你谈多久,你想说什么,不管有理无理,我都听你说。」 她坐了下来,但我并没有让她马上开口,我已经强忍眼泪多时,竭力不让她留下来,因为我知道她不喜欢看到我哭。 但是现在,我觉得,还是让眼泪任意流淌好,爱淌多久,就淌多久,要是一腔泪水,使她生气了,那就更好。 于是我放任自己,哭了个痛快。 不久,我就听见她真诚地求我镇静下来,我对她说,她那么怒火冲天,我无法镇静下来。 可是,君,我并没有生气,我只是太爱你了。 你那苍白的小脸,神色木染,铁板一块,我可受不了,安静下来吧。 哦,来,把眼睛擦一擦。 她口气软地下来,说明她已经控制住自己了,因此我也随之镇静下来。 这时,她试着要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,但我不允许。 随后,她要一把将我拉过去,我对她说,不行。 金,金,那么你不爱我了,你看中的只是我的地位,以及作为我妻子的身份吗? 现在你认为我不配做你的丈夫,你害怕我碰你了,好像我是什么癞蛤蟆,或猿猴似的。 这些话,使我感到难受,可是我能做什么,说什么呢? 也许我应当什么也别做,什么也别说。 但是,我被悔恨折磨着,因为我伤了她的感情,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愿望,在我制造的伤口上,贴上膏药。 我确实爱你,从来没有这么爱过,但我绝不能表露或纵容这种感情,这是最后一次表达了。 最后一次,金,什么,最后一次,你认为可以跟我住在一起,天天看到我,而同时要仍然爱着我,却又经常保持冷漠和疏远吗? 不,先生,肯定不行,因此我认为只有一个好办法,但是要是我说出来,你准会发火的。 说吧,我就是大发雷霆,你也有哭哭啼啼的本事。 洛奇斯先生,我得离开你。 离开多久,金,只有几分钟功夫,是吗? 只是梳理一下你有些蓬乱的头发,洗一下你看上去有些发烫的脸,是吗? 不,我得离开阿黛勒和桑菲尔德,我得永生永世离开你。 我得在陌生的面孔和陌生的环境中,开始新的生活。 当然,Jane,我同你说过你应当这样,我不理睬你一味要走的风花。 我的意思是,你得成为我的一部分。 至于新的生活,那很好,但你得成为我的妻子,我没有结过婚。 你得成为洛奇斯的太太,应当明时相扶。 只要你我还活着,我只会守着你。 你得得到我在法国南部拥有的一个地方,地中海沿岸一座墙壁雪白的别墅。 在那里有人守护着你,你准会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。 我,绝不要担心我会引诱你上当,让你成为我的情妇。 君,你为什么摇头? 你得通情达理,要不然我真的会再发狂的。 他的嗓子和手都颤抖着,他大大的鼻孔煽动着,他的眼睛冒着火光。 但我依然敢说,先生,你的妻子还活着,这是早上你自己承认的事实,要是按你的希望跟你一起生活,我岂不又成了你的情妇? 别的说法都是诡辩,是欺骗。 君,我不是一个脾气温和的人,你忘了这一点。 我忍不了很久的,我并不冷静,也不是一个不动感情的人。 可怜可怜我和你自己吧,把你的手指按在我的脉搏上,感觉一下他们是怎样跳动的。 他露出手腕,伸向我,他的脸颊和嘴唇因为失血而变得苍白。 我左右为难,十分苦恼,用他所厌恶的拒绝,把他煽动起来吧,那是残酷的,要是让步呢,那又是不可能的。 我做了一件走投无路的人,出于本能会做的事情,求助于高于凡人的神迷。 上帝,帮助我吧。 我脱口而出。 洛奇斯的先生,此时却突然说。 我真傻,我老是告诉他我没有结过婚,却没有解释为什么。 我忘了给他一点也不知道那个女人的性格,不知道我同他地狱一般结合的背景。 啊,我可以肯定,一旦我的Jane知道了我所知道的一切,她准会同意我的看法。 Jane,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,这样我有接触和目光为依据,能证明你在我旁边。 我会用寥寥的几句话,告诉你事情的真相,你能听我吗? 是的,先生,听你几个小时都可以的。 我只求几分钟,Jane,你是否听到过,或者知道我在家不是老大,我还有一个年龄比我大的哥哥。 我记得菲尔法克斯太太有一次告诉过我,你听说过我的父亲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吗? 我大致了解一些。 好吧,Jane,出于贪婪,我父亲决心要把他的财产合在一起,而不能容忍把他们分割,留给我一部分。 我父亲决定一切财产都归我哥哥罗兰,然而他也不忍心我这个小儿子成为穷光蛋,还得通过一桩富有的婚事来解决我的生计。 不久之后,他替我找了个伴侣。 他有一个叫做梅森先生的老乡食,是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和商人。 他做了这个调查,肯定梅森先生家大业大。 他发现梅森先生有一双儿女,还知道他能够,也愿意给他的女儿三万英镑的财产。 那对我父亲来说,已经足够了。 我一离开大学,就被送往雅买家,跟一个已经替我求了爱的新娘成婚。 我的父亲只字不提他的钱,却告诉我,在西班牙城,梅森小姐有青城之貌,这倒不假,她是个美人。 有布兰奇英格拉姆的派头,她身材高大,皮肤有黑,雍容华贵。 她家里也希望把我弄到熟,因为我绅士不错,和他们一样。 他们把她带到聚会上给我看,打扮得花枝招展。 我难得单独见到她,也很少和她私下交谈。 她恭维我,还故意卖弄姿色和才艺来讨好我。 她圈子里的男人似乎都被她所倾倒,同时也羡慕我。 那时,我被弄得眼花缭乱,激动不已,我的感官被刺激起来了,由于幼稚无知,没有经验,以为自己爱上了她。 社交场中的愚蠢角逐,年轻人的好色,鲁莽和盲目,会使人什么糊里糊涂的蠢事都干得出来。 她的亲戚们怂恿我,情敌们激怒我,她也来勾引我,于是我还几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婚事就定了。 啊,现在一想起这种行为,我便失去了自尊,我被内心一种自我鄙视的痛苦所压倒。 我从来没有爱过她,尊重过她,甚至也不了解她。 她天性中,有没有一种美德,我都没有把握。 在她的内心或举止中,我既没有看到谦逊和仁慈,也没有看到坦诚和高雅。 而我娶了她,我是多么粗俗,多么没有骨气,真是个有眼无珠的大傻瓜。 要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过失,也许我早就…… 新娘的母亲,我从来没有见过,我以为她死了。 但是蜜月一过,我便发现自己搞错了。 我的岳母不过是个疯子,被关在疯人院里。 我妻子还有个弟弟,是个不会说话的白痴。 你所见到的大弟弟梅森先生,有一天很可能也会落到这个地步。 我父亲和我哥哥罗兰对这些情况都知道,但是他们只想到那三万英镑,并且狼狈为奸地坑害我。 这都是些丑恶的发现,但是除了隐瞒实情的欺诈行为,我不应当把这些都归罪于我的妻子。 尽管我发现她的个性和我的格格不入,她的趣味使我感到厌恶,她的气质平庸,低下狭隘,完全不可能向更高处引导,向更广处发展。 我发现无法同她疏疏畅畅地度过一个晚上,甚至一个小时。 我们之间没有真诚的对话,因为一谈任何问题,马上会得到她既粗俗又臣服,既怪癖又愚蠢的回应。 我发觉自己绝不会有一个清静安定的家,因为没有一个仆人能忍受她不断发作暴烈无理的脾性, 能够忍受她荒唐矛盾和苛刻的命令所带来的烦恼。 但即使是那样,我也克制住了。 我避免责备,减少规劝,悄悄地吞下了自己的悔恨和厌恶,我抑制住了自己的反感。 Jean,我不想用讨厌的细节来打扰你了,我要说的话可以用几句激烈的话来表达。 我跟那个女人在楼上住了四年,在那之前她把我折磨得够呛。 她的性格成熟了,并可怕的急剧发展,她的劣迹层出不穷,而且那么严重,只有使用暴力的手段才能加以制止。 而我又不忍心,她的智力那么弱,可是她的冲动又何等之强? 那些冲动给我造成了多么可怕的灾祸。 Bosha Mason,一个声名狼藉的母亲的真正女儿,把我拉进了堕落害人的痛苦深渊。 一个男人,同一个既放纵又鄙俗的妻子结合,这必定是再劫难逃的。 这期间,我的哥哥死了,四年之后我父亲也去世了,从此我够富有的了,同时有穷的可怕。 我所见过的最粗俗,最肮脏,最下贱的属性,同我联系在一起,被法律和社会撑走我的一部分。 而我无法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加以摆脱,因为这时医生们发觉我的妻子疯了,她的放肆已经是发疯的种子早熟。 Gin,你不喜欢我的叙述,你看上去几乎很厌恶,其余的话是不是改日再谈的? 不,先生,现在你就把它讲完吧。 我怜悯你,真常的怜悯你。 怜悯,这个词出自某些人之口时,Gin,是讨厌而带有侮辱性的,我完全有理由把它奉还给说出来的人。 不过,那是对内心自私无情的人的怜悯来说的,但这不是你的怜悯,Gin,此刻你满脸透出的不是这种感情, 此刻你眼睛里洋溢着的,你内心波动着的,使你的手颤抖的却是另外一种感情。 我的宝贝,你的怜悯是爱得痛苦的母亲,她的痛苦是神圣的热恋出世时的阵痛。 我接受了你的怜悯,Gin,让那女儿自由地降生吧,我的怀抱已经等待接纳她了。 好,先生,那你说下去,你发现她疯了以后,你怎么办了呢? Gin,我到了绝望的边缘,能把我和深渊隔开的,就只剩自尊了。 在世人的眼里,无疑我已经是名誉扫地,但我决心在自己的眼里保持清白,我终于拒绝接受她罪孽的感染,挣脱了同她神经缺陷的联系。 但社会依然把我的名字,我本人和她捆在一起,我仍旧天天看到她,听到她,她呼吸的一部分混杂在我呼吸的空气中。 此外,我还记得,我曾是她的丈夫,对我来说,这种联想过去和现在都有种说不出的憎恶。 而且我知道,只要她还活着,我就永远不能成为另一个更好的妻子的丈夫。 尽管她比我大五岁,但是她很可能跟我活得一样长,因为她虽然头脑衰弱,但是体魄强健。 于是,在二十六岁的年纪上,我便全然无望了。 一天夜里,我被她的叫喊惊醒了。 那是一个西印度群岛火烧火燎式的夜晚,这种天气常常是飓风到来的前奏。 我难以入睡,便爬起来开了窗子。 空气像寒流的蒸汽那样,到处都让人提不起神来。 蚊子嗡嗡地飞进来,阴沉地在房间里打转。 在那儿,我能听到大海之声,像地震一般沉闷的隆隆响着,黑云在大海上空集结,月亮落在宽阔的红色波浪上,像一个滚烫的炮弹,像颤抖着正酝酿风暴的海洋投去血色的目光。 我确实深受这种气氛和景色的感染,而我的耳朵却充斥着疯子尖叫着的咒骂声。 咒骂中夹杂着我的名字,语调里那么充满仇恨,语言又那么肮脏,没有一个以卖淫为业的妓女会使用比她更污秽的字眼。 尽管隔了两个房间,我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。 西印度群岛那薄薄的隔板丝毫挡不住她狼一般的嚎叫。 这种生活是地狱,这就是无底深渊里的空气和声音,要是我能够,我有权解脱我自己。 人世间的痛苦,连同拖累我灵魂的沉重肉体,将会离我而去。 对狂热者信奉的地狱之火,我并不害怕,将来的状况不会比现在的更糟。 我喊道,让我摆脱回到上帝那儿去吧。 我一面说,一面蹲在一只箱子旁边,把锁头打开,箱子里放着一对上了子弹的手枪。 我想开枪自杀,但是这个念头只转了一会儿,由于我没有发疯,那种激起自杀念头,并使我万念聚灰的飞机,刹那间过去了。 刚刚来自欧洲的风吹过阳面,穿过宽敞的窗户,暴风雨倒来了,大雨庞陀,雷鸣电闪,空气变得清新了。 随后我设想并下定了决心,我在湿漉漉的园子里,水珠滴答的橘子树底下,在湿透的石榴和菠萝树中间漫步,周围燃起了灿烂的热带黎明。 于是我思考着,Gin,你听着,在那一刻真正的智慧抚慰了我,给我指明了正确的道路。 从欧洲吹来的甜甜的风,在格外清新的树叶间耳语,大夕阳自由自在地咆哮着,我那颗早已干枯和胶着的心,对着那声音舒张开来,注满了活的血液。 我的身躯向往心生,我的心灵渴望甘露,我看见希望复活了,感到重生,有了可能。 我从花园顶端的拱形花棚向下跳往大海,大海比天空更加蔚蓝,旧世界已经远去,清晰的前景展现在我的面前。 于是我心中的希望对我说,走吧,再到欧洲去生活吧,在那里你那被玷污的名字将不为人所知,也没有人知道你背负着龌龊的众鹤。 你可以把疯子带往英国,关在桑菲尔的,给予应有的照料和戒备,随后你到随便哪个地方去旅游,结识你喜欢的新关系。 那个女人自意让你如此长期受苦,如此败坏你的名声,如此侵犯你的荣誉,如此毁灭你的青春,她就不是你的妻子,你也不是她的丈夫,你只要注意,让她按照病情需要得到照应,那你就已经做了上帝和人类要求你做的一切。 让她的身份,让她同你的关系永远被忘却,你绝不要把这些告诉任何活着的人,把她安置在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,悄悄地把她的堕落掩藏起来,离开她吧。 我完全按照这个建议去做了,我的父亲和哥哥没有把我的婚姻底细透露给他们的旧相识,因为在我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里,我就向他们通报了我的婚配,已经开始感受到她极其讨厌的后果,而且从那一家人的性格和体质中看到了我可怕的前景。 我附带着又敦促他们要严守秘密,不久我父亲替我选中的妻子的丑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,使他也羞于认她为儿媳妇了。 对于这种关系,他不想大事声张,像我一样急于把他掩盖起来。